字幕志愿者 蔡總統 哪一個縣市 而是全國普遍都發生 這樣的現象跟狀況的時候 中間選民跟年輕人 是不是會再度的信賴民進黨 這是2024 或者是面對下一次的選舉 我們其實要審慎思考的 跟2018是不一樣的 2018大家會覺得說 哇 可能連主席 自己的支持度也不好 可是這一次是不一樣 我們是靠著主席的支持度在撐 團結把所有的人找回來 不要再內鬥 這才是最重要 畢竟身為黨主席 敗選難辭其咎 蔡總統辭黨魁負責 預料週三中場會將通過 由連任成功的高雄市長 陳其邁代理黨主席 一個多月內補選 誰來接棒 攸關接下來嘉義市長選舉輔選 台北南投兩席立委補選 以及2024總統齊民責任重大 未來黨主席人選 希望可以廣納各派系新生代 打造新的民進黨團隊 例如潘孟安 林佳龍 九榮泰 都是不錯的人選 甚至賴清德副總統直接擔任黨主席 也是可能的選項之一 回顧2018年民進黨敗選後 蔡總統下鄉啟動蜻蜓之旅 並且屢屢透過回廊談話 針對重大議題與人民溝通 2020年蔡總統競選連任 以台灣史上最高的817萬票勝選 保住民進黨中央執政 這回民進黨重衰一跤 能不能如同2018年 迅速整隊重新再起 就看民進黨如何拿出誠意 回應民意 這一次在大選過後 民進黨的政治板塊 已經被逼退到北港西以南了 怎麼樣看待這個結果 我先來請教明佑哥 有一些人會說 這是不是四年前鐘擺效應 又重來一次 這一次盪過去國民黨那邊 反正下一次2024綠營就會贏回來 但是其實也有蠻多 聽到蠻多綠營的朋友 也是會擔心 如果這次不是鐘擺效應 如果是骨牌效應要怎麼 那會不會是輸的輸到2024啊 我覺得這個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民進黨內部要去思考 因為現在 因為你知道這次六都的首長 我們用協調的方式產生了六都的首長候選人 這一點讓很多的基層的民眾有一點點不滿 尤其是黨員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就是沒有讓年輕人感動到我要出來投票 為什麼沒有感動到年輕人要出來投票 他會認為說 民進黨你看現在必安打成這樣 反正他也會贏 那我覺得廷飛也講到某一個重點 就是說 大家都仰賴在蔡英文主席的高民調高支持度之下 可是沒有去思考說民進黨要接棒 民進黨的終生代怎麼樣去產生 然後讓他們趕快去先接觸 阿扁總統時代 我記得媒體每天都在修理給他 可是阿扁總統時代 大家去注意看 每一齣民進黨擺選的時候 我都在玩 我都在玩 玩的時候 讓更年輕的瓜哥這麼棒 是 一棒接一棒 不管當時的羅文家或現在高支持度的陳其邁 不就是因為這樣子去銜接起來 讓民進黨有一個新陳代謝嗎 可是我怕 我覺得孟祺講到一個重點 我也怕是骨牌效應 為什麼 因為你血液沒有活化 就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當然要批評民進黨敗選有很多的原因 什麼側翼 什麼我哥都可以罵到一段片 但是我要說只說一件事 民進黨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民進黨的核心價值就是民主 這個民主是難能可貴 所以有人說 沒有 你看屏東周春米的事情 就是因為有初選 所以搞得亂七八糟 這次才會贏了萬幾票 現在還有人 蘇貞清還在驗票 可是我要講一件事情是 不要害怕挑戰 不要一個派系過度膨大 膨脹 而去思考說 像阿扁時代 哪怕這個派系再大 他都還講到要共治 這個共治非常重要 對民進黨也非常重要 過去權力是平衡的 因為唯有平衡 然後還有競爭 這個黨才會壯大 因為在不同的挑戰之中 我又記得 上一次的總統初選的時候 賴清德跟我講過一句話 我永遠放在我心中 他說民佑 我如果沒出選 小英總統沒抓 他這句話 讓我撤到是怎樣撤到 他是有這樣遠見的人 他已經看到問題了 那時候還好 因為有反送中事件等等 促成蔡英文總統 拿到817萬票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不要過度樂觀 因為中國的手 永遠都在向台灣伸 國民黨還是存在 所以我是認為 這一處的大選 大家好去檢討 尤其一黨 因為黨他要負責 負責所謂的提名作業 在這個提名作業的時候 是不是有過度的去仰賴到 某一種協調的方式 而這個派系不斷的去膨脹 沒有去達到所謂的派系 平衡的角色 都會是賣賣到賣聽 但是有些事情 我們點出來的時候 包括說 葛奎的問題 葛奎過去 我們阿扁總統時代 每一次都是內閣大改組 為什麼要大改組呢 他要讓這些新生代 趕快再補上來 因為一直補一直補的時候 這個黨才不會完全的去過度的 在單一制度下腐化 所以格奎的部分 或許也可以思考 你或許蘇貞昌他要留任 可是內閣裡面的人事調整 是可以做的 然後再來代理黨主席的部分 我認為 陳其邁他當然是一個好人選 可是未來新的黨主席 他要掌握到 2024的提名作業 那這時候 這個黨主席就要有一個角色 我沒要選 新的黨主席 你要說我沒要選 沒要選 我把董府做好事 像董初時 我最欣賞叫做卓榮泰 但是你看他選贏 他是正常 但是他買的也是無意 但是他有說一個埋怨的話 沒有 要有這樣的風骨 我覺得這個條件非常重要 這樣民進黨在2024 才不會產生所謂的骨牌效應 而是讓中牌效應 趕快再回來 好 因為好像是禮拜三的時候 民進黨可能就會推舉出 一位代理黨主席 目前代理黨主席呼聲最高的 就是高雄市長陳其邁了 好 那代理黨主席 最重要的任務就是 你下一棒 正式的黨主席 要趕快出來 那這個陳其邁他是說 他認為現在選後 檢討比較重要 比討論這個黨魁的這個人選更重要 那他說不要放話 也不要想說誰一定要做什麼 選得不夠好 就要來誠實面對 好 不過這個我想請教一下 昆城議員 其實議員現在也是民黨的發言人 明天的這個代理黨主席 到底是不是陳其邁 這是大家的一個疑問 另外就是說接下來大家會講 那你民進黨黨主席要趕快出來 你接下來有立委補選 那當然2024的初選 其實也都要趕快有節奏的在進行當中 有些人點名賴清德 甚至也有人說 是不是要讓這個卸任的縣市首長 例如說這個林宥昌或是潘孟安 這些外界也都有在點名 賴議員 這個明天民進黨那個臨時終止會 這個有兩件事情要做 反正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要確定徵召 這個蔣萬那個立委要補選 那現在多了一個要先推代理黨主席 是先推代理黨主席之後 然後再確認蔣萬那個立委的這個缺 有應該是徵召 有這個徵召 又誰來這個參選 那現在黨內的公司應該是陳其邁 高雄市長陳其邁來帶領這個黨主席 代理的 代理黨主席 那代理黨主席 那但是按照我們這個黨章的規定 應該是大概一個多月左右 那現在推算應該是在過年前 因為明年過年比較早 在一月二十號 所以應該是在明年一月二十號之前 民進黨會再補選一個這個黨主席 就是到二零二十之前 那所以說這個就民進黨來講的話 這個在敗選那一天 這個小英總統先辭掉黨主席 那就民進黨來講 這個就是慣例 因為二零一八年也是一樣 那時候民進黨敗選 那小英總統也是辭掉黨主席 那所以這次小英總統 是按照慣例 先辭掉黨主席 然後辭掉黨主席 接下來就是推代理黨主席 然後再補選我們黨主席 那這個代理黨主席 如果是陳其邁市長的話 他有兩個事情要做 一個就是十二月十八 嘉義市長的選舉 然後這個另外一個 有可能會到就是一月八號 這個蔣萬安任一個立委的補選 那大概是這兩件事情要做 那所以這段期間 民進黨也是要相當團結 這個已經這個一二六已經民進黨 已經輸得這麼難看 已經搭敗了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就是要團結 但是團結也不是說沒有去檢討 我覺得這是兩回事 團結就是說第一個 黨內就是這個不要去指責人 但是可以指責哪些政策路線 要去做檢討 因為你如果光是講人的話 就很容易陷入說 第一個你是是不是個人的恩怨 那第二個是不是派系的恩怨 我覺得先不要去講這個 所以剛剛陳其邁市長也講得很好 先去檢討政策哪裡出了問題 比如說我講 就是說我們在大選之前 我們看政黨支持度 民進黨也高於國民黨 對耶 是啊 民調都是這樣呈現的 對 然後總統跟這一個蘇院長的支持度 大概都五成左右 那其實連這個民調的學者也認為說 到了總統的第二期 小英總統還有這一個五成的支持度 是相當不容易的 那這個這個五成支持度 為什麼沒有轉換到我們這一個縣市長候選人的支持度 那因為大概平均下來 我們的縣市長大概都是拿到四成左右的選票 大概有一成的落差 那就要檢討說 那是不是這一層 是屬於這個民進黨支持者 你沒有出來投票 那不管不出來投票原因是怎麼樣 那當然現在這幾天大概檢討說 疫情的關係 那疫情其實 那時候我們也覺得說 其實台灣的防疫成績做得很好 那可是那是跟國外比起來 跟國外比起來我們防疫的成績跟數據都不錯 但是對於這個台灣的民眾來講 這個從二零二零年到現在 接近快三年的時間 那這段期間老實講 就是經濟有受到影響 然後在社會底層等也受到影響 就是說你是做小吃店 餐飲店的企定位 那個一定都會受到影響 收入受到影響之後 那這樣當然這個遇到這一種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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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也當然也有很多人就走了 那對每個家庭來講 那當然都是不捨自痛 那這些都都會造成說 當我們在民進黨在講說 我們防疫成績做得不錯的時候 可是的確上是有很多人 他的生活是受到影響 那這些生活受到影響的人 可能這一次他本來或許是支持民進黨的 他可能就不太願意出來投票 他沒有那個動力去投票 對然後如果不是支持民進黨 他可能更有那個意願出來 就是說投給國民黨來教訓民進黨 那我是認為說這個這方面的政策的原因 要必須要去做檢討 因為你如果不去檢討說到底我們的支持度 跟最後投出來的 加上我們講說不管是鄭文燦 或是說林志堅林又昌 甚至潘孟安 那都是五星縣長五星市長 對那是五星市長那縣市長 那為什麼交棒的時候 那有的沒辦法順利交棒 有些還掉棒 對有些掉棒 然後潘孟安要接的時候 這個這個成績看起來也不是很漂亮 那黃偉哲市長在選聯任的時候 老實講開票的時候 我們覺得有點驚險 對那是這些都是民進黨要做檢討的 那我認為說這個黨的政策跟路線 你必須要做檢討 那過去大家就是關起門來講 然後是或是成立一個所謂的一個 這個不管是敗選的 這一個路線調整的小組 討論小組之類的 要黨要做檢討 那總統因為現在已經辭掉黨主席了 我認為要跟四年前一樣 就是要去民間去傾聽 去傾聽說到底民意的反覆的原因在哪裡 那總統下去走 我覺得他會更了解的是說 大家現在的這個實際上的生活 跟你這個民意調查上面的支持度落差在哪裡 這樣子才有辦法說 彌補說接下來我們再下一次的總統立委選舉 再能夠再像2080年一樣再贏回來 檢討一定是有陣痛期 不過真的要痛定思痛 好好的來想一下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那蔡英文總統在第一時間 這個選舉的當天晚上 他就請辭掉黨主席了 那行政院長蘇貞昌他也主動請辭 那後來被未留 不過現在這個局面 並不是民進黨裡面每一個人都滿意的 因為上市民進黨的王世堅議員 他就開出了逼宮的第一槍 未來這個局勢會怎麼樣演變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再麻煩這個青皇哥 來幫我們補充 請我回到這一個兒子 另外這個時候 找到這一個小朋友 我們最近來自分補充 找到這裡了 我們來看上去 非要和你一起工作 來不知情報 謝謝大家 謝謝!